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晚我想留宿 过分吧 虽然我家邮箱密码跟大门的密码是一样的 但是你是不是按着我太顺了一点 孝子 我这边卡顿一下 已经来不及了 你的信件为什么会在我家邮箱里啊 少玩游戏 多吃电饭 什么意思 大脑思考需要糖分 这是你寄给我的信 我想起来了 你在第九封信里说有一封信可能年轻收不到 关于御图号的 静静 你猜 我写这封信时 在想什么 什么 这封信写得有点深奥 我那时边闲边想 等你收到这封信时 我是不是已经可以读给你听 帮你打一解祸了 要听吗 今天能否感应 这满天星辰都证明 我想找回 想找回是你 那首在梦的起点为我刻下的记忆 是你的勇气 让我想要珍惜 你都把我念困了 那就早点睡 明天还要赶飞机 你不用收拾箱子了 我早上已经让小猪收拾好了 下午不用过来 你快走吧 一会儿地铁没了 今晚我住在这儿 水沙发 静静 以后我会很主动 可是我对主动不太有经验 如果过分了 记得提醒我 比如 今晚我想留宿 过分吧 明天早上你八点的飞机 我要送你去机场 难道要我 四点从家里赶过来 你明天要送我呀 你对男朋友的要求这么低啊 休假 也不用送女朋友去机场 不过分了 不过分了 我过分了 不过分了 你这样我很喜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